欢迎订阅中国体育比赛传奇 一起为中国游泳队加油 北京时间8月2日 巴黎奥运游泳项目第6比赛日半决赛和决赛 张宇飞200跌获得铜牌 也是文200蛙位列第6名 彭旭伟和汪顺闯进决赛 中国接力夺同 凌晨2点半 备受关注的中国游泳女将张宇飞 拖着发烧未遇和生理期首日的身体 把自己硬拉上了巴黎奥运会女子200米跌勇决赛的出发台 第一个50米 她游出了超过世界纪录的速度 并第一个转身 但在第三个50米 张宇飞逐渐显出疲态 最终卖于麦金托什和史密斯 夺得本届属于她的第三枚铜牌 浮出水面时 张宇飞苦涩地扯了扯嘴角 赛后采访的声音已经在发抖 但永迷依然为她这块带病的奖牌高兴 事实上 她游出了2分5秒09的好成绩 序于她在东京创下的奥运纪录 却已经超越了她在亚运会拿下冠军的2分05秒57 女子200米挖勇决赛中 时隔8年重返奥运赛场的中国选手叶世文 游出2分24秒31 获得第6名 叶世文第一个50米暂时排第8 后成就是一点点往前追提升名次 2分24秒31获得第6名 坚持至今再次站在这里就已经是最好 美国的道格拉斯刷新每周记录夺得冠军 对于巴黎奥运会无缘奖牌 叶世文表示 拿过奥运冠军会背负更多的压力 对于今天的比赛 希望成绩能更好 但是也在预期之内 女子200米杨勇半决赛 彭旭伟第二组第四道 游出2分7秒86的成绩位列小组第三 总排名第四顺利闯进决赛 第一组结束后 第一名是2分07秒32 这样的成绩比彭旭预赛快了差不多一秒的成绩 也就是说来到半决赛之后 彭旭伟需要进行一些提速 比赛开始 彭旭伟的反应速度是所有选手中最快的 50米结束 彭旭伟落后低0.35秒 处于第二 100米的中途 三个人形成第一集团 彭旭伟处于第三 不过也就落后0.25秒 终于的差距并不是很大 150米结束 彭旭伟还是可以稳住第三的位置 不过落后的时间已经来到了0.49秒 最后的冲刺 彭旭伟可以持续 稳住第三的位置到达终点 不过前三的差距是不大的 最终彭旭伟2比7.86 排名第四晋级 相比于预赛提升了0.4秒左右 就这两场比赛结束之后 彭旭伟的优缺点还是非常明显的 他游程速度可以 但转身经常落得有点多 所以在明天的决赛中 彭旭伟还是需要弥补一下自己转身的问题 期待决赛能实现突破 再创佳绩 男子200米个人混合勇半决赛 汪顺第一组第三道 汪顺出发反应时间0秒64 前50米迭勇用时24.70秒排名第一 更换杨勇后到100米用时54.24秒排名第二 切换到汪勇抵达150米 累计用时1分28秒23 最后的自由勇全力冲刺 汪顺的总成绩是1分56秒54 小组排名第三 总排名第四晋级决赛 相比于预赛更加出色 作为未免冠军 他仍有冲击奖牌的希望 女子4长200米自由勇接力决赛 中国队相比于预赛是做出人员轮换 第一棒杨俊轩表现极佳 1分54秒52暂局第二位 第二棒李冰杰游出1分55秒02 稳住位次 第三棒格楚彤1分57秒45掉第三 第四棒刘亚欣1分55秒32 最终以7分42秒34的成绩获得铜牌 祝贺姑娘们 也期待中国游泳队接下来的表现 欢迎评论区留言发表你的看法